吳思淮們最高興 因為他們那一些 就是最煩動 最保守的人 下架吳思淮 從綠營喊到藍營 現在國民黨更怕的是 吳思淮未來進了立法院 成了綠營最大提款機 所以進入到立法院 很可能就會遭受到 無情的羞辱 那這可能會是一個破口 就是大家 他不管講什麼 人家就是說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那會模糊掉 他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 跟國民黨的立場 青壯派議員 一字排開站出來 不僅希望吳敦一下臺 更希望宣前就爭議不斷的 吳思淮能夠相忍為黨 退出不分區替藍營慘況直線 國民黨決定怎麼樣 我就尊重 叫我個人持續 是不可能的事 位戰先祥 不是我們軍人的作風 我還是也要呼籲 這個前輩就是說 我覺得沒有必要 被整個綠軍標籤化 整個綠網軍標籤化 或者是接受這樣子 一個人格的侮辱 吳思淮表面上態度放軟 卻要黨中央出手才肯退 以退為禁 難道是看準黨中央 一副奈我和的心態 難怪讓青壯 號召集 深深喊藍營危急存亡之際 前輩能好自為之 提名你的黨主席 跟中常會 都面臨要打掉重練的時候 你是在那個機制 所提名出來的部分 去立委 又是首當其中 對手批評的重點 那這個部分 已經不是個人去留的問題 宣前不聽民意 硬推吳思淮 如今重傷了 藍營再不做決斷 最後下架的 不僅吳思淮 還有國民黨 在前一圈忘了與他不到 馬紙